哇 他們打球都很厲害 雙打的時候我就拖後腿了 我經常就失誤 哎呀 他們這個水平比我高 這個平時在健身房裡面都是 什麼舉重啊 啞鈴啊 這些東西啊 舉重啞鈴這些 它都是緩慢的 打球呢 乒乓球 羽毛球啊 球內呢 它是要一個 速度 這個速度 它這個靠的這個肌肉 是不一樣的啊 緩慢的這個耐力性的運動 的肌肉跟這個速度的肌肉是不一樣 是兩種肌肉 那我們也要加強這個速度的肌肉訓練啊 老年人這個年紀大的容易摔跤 到他失去平衡的時候 他要 快速的肌肉 馬上反應 來 來來來來來制衡 來產生平衡 這個時候如果你這個速度的肌肉 來不及了 速度比較慢 反應慢了 你就會摔跤 所以打打球 所以打打球也是訓練這個速度方面的肌肉 讓這個速度的這個肌肉呢能夠強一點啊 速度的肌肉主要是在一個人失去平衡的時候 那個就是零點幾秒的時候 你必須快速反應 慢了你就要摔摔跤 啊所以這就是這個 啊 速度肌肉有很大的幫助 因此 也要經常打打球 雖然打不過他們 厚著臉皮 厚著臉皮 就有空位就上場唄 打不過他 不過他們都還是 很客氣的啊 雖然他們知道我很弱 拖後腿 但是他們 都蠻蠻蠻客氣的 還鼓勵我啊 馬來西亞人還是蠻客氣的 很好